作为实力派演员的黄景瑜 近几年来的发展一直都比较不错 他凭借上映这部网剧被大家关注 在此之后连续出演了很多经典的偶像剧 比如说跟迪丽热巴的幸福触手可及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黄景瑜的长相比较偏攻击性 这样子的他 特别适合演那种八道总裁 最近有网友发现 黄景瑜再次官宣了一部新剧 叫做青春创世纪 这部剧也是一部现代职场剧 而跟黄景瑜搭档的女主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景岩了 对于正义手捧红的吴景岩 凭借演喜攻略中 为英洛这个角色在全网爆红 虽然她长得不是特别惊艳 漂亮 但是十分耐看 而且演技也算是可圈可点 作为新生代小花的她 跟黄景瑜搭档 可能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本来以为男女主的阵容 已经非常强大了 但是当得知男二女二是谁之后 网友表示 这次不追可亏大发了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就是 零售业妇人之子 与电商主播共同创业的故事 电商作为当下热度最高的一个职业 很多人都想要设计这个领域 所以这部剧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 再加上演员阵容都很有话题度 相信这部剧肯定能够碰撞出 很多不一样的看点跟火花 女二号的扮演者 就是前段时间 凭借陈情令爆红的宣露 武装造型的宣露 尤为的惊艳 而这次她的现代装 更是非常的不错 在剧中 宣露的造型也是比较不错 她饰演的是张家云这个角色 在得知青春创世纪这部剧的阵容 这么强大之后 很多人表示 不追可就亏大发了 毕竟主演们都颜值在线 而且也很有演技 想必这部剧播出时 应该也会引起很大的热度吧